德约科维奇签证再度被取消 冲击历史第一或将搁置 澳大利亚时间1月14日下午近6点 此前一度被认为尘埃落定的德约科维奇签证事件 再先反转 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亚利克斯·霍克 动用了个人权利宣布 再度取消德约科维奇的澳大利亚签证 在取消声明中 亚利克斯·霍克表示 今天我根据移民法第133C条行使了我的权利 以健康和良好秩序为由 取消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先生持有的签证 理由是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 我仔细考虑了内政部、澳大利亚边境部队和德约科维奇先生 向我提供的信息 据悉 当地法院在霍克宣布取消德约科维奇签证后 召开了紧急听证会 德约科维奇的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 希望能取消1月15日早8点 德约科维奇与澳大利亚移民部的面谈 移民部表示 1月14日晚不会拘留德约科维奇 面谈结束后会拘留德约科维奇 但他有和律师接触的权利 德约科维奇于1月5日晚 与其团队抵达墨尔本 参加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随后在海关被告知签证不合规 在被盘问数小时后 德约科维奇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了签证 并被送往移民拘留宾馆 随后 德约科维奇选择聘请律师团队上诉 1月10日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在最终听证会上宣布 命令澳大利亚政府撤销取消德约科维奇 入境签证的决定 大晚凌晨 德约科维奇现身罗德拉沃尔球场 并宣布自己将尽力参赛 霍克部长此次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第133C条 取消了德约科维奇签证 据澳洲法规 受影响人在未来三年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再次申请澳洲签证 有消息称 德约科维奇的律师团队表示 打算对霍克的决定提出禁令 以允许德约科维奇继续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鉴于澳大利亚移民部在当地时间周五十八点 才做出决定 意味着 留给德约科维奇再度争取参加澳网的时间 极度有限 据悉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于1月17日开赛 此前 澳网组委会已经举行了赛事抽签仪式 德约科维奇位列南丹头号种子 德约科维奇是史上夺得南丹大满贯 冠军最多的球员 澳网也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最成功的赛事之一 他此前九次打入决赛 全部夺冠 其也是本届澳网南丹未免冠军 如果德约科维奇最终无法参赛 本届澳网门票销售势必会受到影响 此前 澳网宣布因防疫需求 上座率将控制为50% 双重打击也让组委会处于艰难境地 有消息称 去年疫情使得澳网收入锐减 为了举办本届澳网 组委会不仅耗尽了8000万美元的现金储备 还贷款4000万美元 在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事件 成为全球新闻并反转在反转的同时 流媒体巨头奈飞 也看到了该事件的戏剧性和影响力 据《每日邮报》报道 奈飞打算制作德约科维奇签证案的纪录片 并已派出设置组赶赴澳大利亚 此前 英国名将安迪木雷接受专访时提出 ITP应该效仿F1 用拍摄反映运动员幕后生活纪录片的方式 来更好的推广网球运动 F1近年来与奈飞合作 推出了名为Drive to Survive的系列纪录片 在车迷中引起巨大反响 也提升了F1的人气 德约科维奇签证事件 之所以引发全球媒体和众多非网球观众关注 除了其个人作为顶级球星的影响力之外 还源于卷入该事件的多方重量级人物 德约科维奇签证首次被取消 是由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宣布的 随后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器齐表态称 塞尔维亚人民支持德约科维奇 并喊话澳洲政府公正对待一位合规申报 前往参赛的伟大运动员 还召唤了澳大利亚驻塞大使交涉 这也使得该事件一度由体育事件上升至外交事件